到年每日拼了命的修炼只为有一天能亲手斩了自己的师尊 只因师尊受伤导致记忆出现错乱 误以为自己的小徒弟是他买来的颅顶 师尊还未身允他便敲锣打鼓庆祝 谁料师尊敬技高一筹这一切都是套路 原来君恒十二岁就败入浮屠山苍蓝仙君门下 本以为找了个好师傅 其料高冷师尊处处针对他 当年君恒只是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茶杯 就被师尊不轻言罚了一个石山的马布 约好要去玉女风和师妹交流剑术却被师尊丢在房间 让他白白错过了提升的机会 其他弟子只要到了十六岁 他们的师尊就会送出配件 可君恒十八岁了都还没有 丹阳仙君看他可怜送了他一柄宝剑 却被师尊当作垃圾处理了 本以为师尊终于善心大发将自己的配件相送 但这件太重平时根本用不了 这种道貌岸然的师尊不要也罢 还不如快去死啊 就在君恒叹息之际 无疾师兄急步走来 君恒快回苍蓝宫 苍蓝仙君受伤了 君恒从师兄口中得知 师尊伤势很重 已经危在旦夕了 表面上君恒神情忧伤 内心却是开心到飞起 顾青岩要死了 我终于可以换师尊了 当君恒来到师尊的房间后 再看到重伤昏迷的顾青岩 他内心的石头终于落下 看来这次真的要脱离苦海了 但身为外人眼前的乖徒儿 师尊去了自然要表演一下 我哭了 对不起我装的 谁料下一秒昏死的师尊竟突然醒来 君恒先是一愣 紧接着被吓得差点晕觉 师尊你不是死了吗 我没死你是不是很遗憾啊 一个小小的卢顶 是本仙君救了你 你却在关键时刻捅了本君一刀 君恒连忙解释自己才不是他的卢顶 可不管君恒怎么解释 师尊完全不听 你是我的徒弟也是我的卢顶 这二者有什么冲突吗 今日你师尊受伤了 作为卢顶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君恒人直接麻了 师尊到底是怎么了呀 本以为无命休矣 好在这时要王先尊和浮屠先尊来访 这才救下被害人君恒 君恒连忙向浮屠先尊撞到师尊的恶行 如今师尊已经疯了 还请先尊把我随便塞在别的先军门下吧 可这一提议却被要王先军拒绝 如今苍蓝先军记忆出现了问题 情况与君恒息息相关 若没了君恒 估计会更加严重 君恒文言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怎么办 总不能让人家洋入骨口吧 君恒表示自己宁愿被逐出浮屠山 也不愿受此大辱 这时伏屠先军将君恒叫了出来 君恒啊 其实青年对你也算不错 不如你就再考虑考虑 君恒表示之前发生的事情 已经给他造成了不能磨灭的阴影 我不愿意再留下 望先尊成全 见君恒态度如此坚决 伏屠先军竟拿出招魂连套路起君恒 听到招魂连后 君恒两眼冒光 先尊怎么知道人家想要招魂连的 君恒激动地表示 我与师尊师徒情深 又怎会不管他呢 我一定会乖乖留在他的身边的 那招魂连什么时候给我呀 伏屠先尊承诺君恒 只要他师尊安然无恙后 招魂连自会奉上 而且还给君恒身上下了法咒 这样顾清延便不能对他做什么了 君恒内心的喜悦已经无法言语 就知道顾清延那家伙不靠谱 说好生辰的时候答应送他招魂连 最后还不是靠他自己拿到 原来数月前顾清延前来 向伏屠先尊借招魂连一用 而招魂连通阴阳亡人 君恒从小母亲去世 师尊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君恒 顾清延并不是像君恒口中所说的那样 逢年过节都会给徒弟一枚珍贵的仙丹 但却只告诉君恒是些普通的丹药 每次君恒下山历练他都会悄悄跟着 生怕君恒有一点闪失 就连万千修饰都垂涎的上古魂剑也给了他 虽然顾清延所修的是无情道 但君恒在他眼中始终不一样 见师尊总算入睡 君恒来到温泉池里趁机享受悠闲时光 君恒也逐渐得知师尊并非从前那般冷酷无情 是要怕 师尊送来蜜剑只为他能多甜一点 仙剑太重 师尊亲手教他训练 夜晚君恒本以为师尊入睡 于是便来到温泉享受悠闲时光 谁料顾清延竟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吓得君恒暴身鼠窜 虽然君恒极力想要逃离此地 可惜还是难逃师尊魔爪 成为了仙门第一名受害者 师尊天色已晚 你不回自己的寝殿休息吗 顾清延十分宠溺地表示 师尊怕你走夜路不安全 所以来送送你 君恒一脸尴尬 多谢师尊好意 弟子已经到达住处 你也快些回去休息吧 临走时顾清延特意嘱咐君恒今天食物 别忘记吃药 回到房间的君恒正在品茶 也不知道师尊搞什么名堂 之前可没提醒过人家吃药 就在这时装着丹药的礼盒传送了过来 也不知道顾清延到底想干嘛 明明没有病还一直给我吃这个黑色药丸 谁料丹药刚服下 就又有东西传送过来 君恒打开后 没想到竟然是蜜剑 在他十四岁那件事以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送我蜜剑 即便如此 我不会因为一包蜜剑就感动 这不就是打一巴掌给一块糖吗 我的目标依旧是爬墙到别的仙君门下 夜深人进食 君恒已经入睡 顾清延悄悄来到他的床边 默默地守护着他的安全 小君恒 我要拿你怎么办呢 清晨练剑君恒却始终心不在焉 只因不久前浮屠仙尊找他谈话 这叫他如何是好 一想到自己每天都要和顾清延那个变态 待在一起 他就烦得要死 就是想让世尊死的一天 这时一旁的师弟上前询问 君恒苍蓝仙君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当然是没死了 师弟连忙堵住君恒的嘴 你是真不怕被送进伐堂啊 可君恒从小到大从来都没进过伐堂 君恒不解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从师弟口中得知 一般弟子偷摸嘀咕师尊都会被送进去待几天 可君恒进一次都没去过 没想到苍蓝仙君居然这么宠语 人家也要努力败入苍蓝仙君门下 就在这时顾清延忽然出现 仙门弟子簇拥而上都想近距离目睹他的真容 顾清延连忙表示 此番过来只是来看看内人而已 劝着大家正在讨论谁是那个幸运儿时 君恒正要试图溜走 却被顾清延发现 一把将其捆住拽了回来 君恒瞬间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我不其然今天又是射死的一天 见君恒拿不动自己送的仙剑 于是主动上前亲手训练 你之所以拿不动这把仙剑 是因为剑的剑灵不服你 只要和维师一起好好修炼 这剑自然会臣服于你 见君恒如此害羞 顾清延直接带他离开了此地 来到了仙门熔炉旁 只见师尊一把将仙剑扔到了熔炉里 君恒十分不解 为什么要把剑扔到里面呢 这样一来不就熔掉了吗 顾清延告诉他 因为君恒是炉顶 所以他不认君恒为主 把他丢进熔炉里什么时候服软了再来拿 而君恒也在此时得知 师尊送他的金是把极品仙剑 此剑名叫上古龙魂剑 传说可以斩妖除魔 披天裂地 极品仙剑千载难逢 多少修士终其一生都不见得遇到一把 君恒不明白 为何顾清延会给他一把吗 我不是他最讨厌的弟子吗 不认师尊为何醋意满满 只因看到自家宝贝徒儿和其他仙君你能我能 为了宣誓主权师尊竟一把将其拿下 得知师尊相送的是一把极品仙剑 君恒内心我未杂沉 师尊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 我顾清延的徒弟自然什么都得用最好的了 可君恒还是有些不解 为何师尊您什么都不曾对我说这些呢 顾清延表示 君恒差点给他戴了绿帽子 所以为什么还要告诉你呢 君恒一脸猛逼 什么玩意儿 绿帽子又是什么鬼啊 这时君恒想到了先前丹阳仙君曾送给了他一把剑 没想到就因为这个顾清延居然生气了 一提到丹阳仙君顾清延就暴跳如雷 你要知道我才是你师尊 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卢顶 你我之间的是需要他来多管闲事 君恒闻言人直接麻了 人家真不是你的卢顶了 君恒连忙让顾清延冷静一下 面对师尊的猛灭攻势 君恒想到浮屠仙尊曾说过只需要配合顾清延就好了 于是便开始了影帝级别的表演 师尊 你放心 我不会看任何小妖精一眼的 我心里只有您 果然在君恒的花言巧语下师尊这才放手 而刚才丢进熔炉里的仙剑也服了热 君恒拿起仙剑打量了一番 内心好生喜欢 我终于可以拿仙剑去叫场练剑了 如今这把仙剑在君恒手中也是如鱼得水 修真戒第一剑是顾清延 但未来一定是我君恒 我一定会超越师尊的 这时丹阳仙君带着他的卢顶来访 丹阳仙君见君恒剑法有点问题 竟亲手交起了君恒练剑 君恒人直接傻了 浮屠山的仙尊都这样的吗 反应过来的君恒连忙拒绝 可奈何丹阳仙君太过热情 而这尴尬的一幕碰巧被师尊见到 顾清延满脸怒意 赶忙让君恒快点回来 多谢丹阳仙君教导 师尊唤我回去 君恒先走一步 见顾清延如此生气 君恒尴尬的解释 今日只是丹阳仙君碰巧露骨 看他剑法上有点问题就知道了一下 师尊请放心 我的心里只有师尊一人 君恒心里一阵恶心 我怎么就摊上了个这么变态的师尊了呢 见顾清延两人你弄我弄 丹阳仙君拉着自家炉顶气轰轰的离开了 小样还想跟我斗 这时顾清延发话让君恒今晚来苍蓝殿找他 君恒却说今晚他有点是要下山一趟 君恒心里的这点小九九 怎能逃得过他的心思呢 你要是不来为师不介意在这里以上犯下 被逼无奈的君恒只能被迫答应 一言为定 我们苍蓝殿见 此刻君恒心中气得要死 恨不得冲上前去将顾清延暴揍一顿 求老天也保佑顾清延回去的时候被雷劈死 惊惊冷漠无情的高冷师尊 如今竟变得这般温文尔雅 深夜君恒应约来访 此刻的顾清延正坐在床边等着君恒上前 君恒内心不由吐槽 哪有师尊见弟子穿成这样呢 君恒见众直接来了一招已经为退 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卢顶 师尊随意就好 不必在意他的感受 卢顶不配有感受的 此话一出顾清延竟放弃了以上犯下 选择了独自离开 第二日浮屠先尊将君恒请到了大殿 这一次叫他过来 还是为了顾清延的事 再过不久便是浮屠山四年一度的明灯会 届时各大仙门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前来 未免到时候出什么乱子 丢了浮屠山的脸面 决定派君恒陪着顾清延去一趟月牙镇 君恒不解 月牙镇不是师尊富商回来的地方 那妖邪如此厉害他去了还不是送死吗 浮屠先尊表示那妖孽并非什么难以对付的东西 是顾清延大一郎 而且这次任务本是派给那门弟子去的 可他却忽然揽过去 原来不久前顾清延出发的那天两人大吵了一架 君恒猜想难道是因为两人吵架他才会离开 因此导致情绪有问题被要挟暗算受伤 那他岂不是罪魁祸首 君恒内心有些愧疚 于是答应愿意跟随顾清延同去 浮屠先遵见状将清心灵送给君恒以备不时之需 出来之后君恒也没想到他怎么就稀里糊涂就答应了 可顾清延那个神经病单独出去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早知道就不答应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君恒每天刻苦练剑 忽然发现一只土妖从他身边跑步 君恒提剑便追着土妖随意斩去 吓得土妖抱头鼠窜 最后因为太胖卡在了洞口处 谁料君恒刚要上前将他抓住好好教训一番 其料竟然踩到了土妖提前挖好的陷阱 君恒人直接麻了 没想到自己竟会败在小小土妖的手里 被这么低级的陷阱坑了 好在没人看到 刚打算使用风起咒逃离阵 突然被一股魔气困在了此地 浮屠山内怎么会有魔气 这魔气修为深不可测 难道我君恒今日要葬身此地了吗 要杀要寡息听尊便 我是不会屈服的 谁料当他转头看去 制服他之人竟是自己的师尊顾清炎 原来顾清炎有魔族血统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压制体内魔气 因为前几天受伤 魔气有些压制不住 所以才到这里调息 要知道先魔两方自古以来都是水火不容 顾清炎就这么把自己有魔族血统的事情告诉了我 难道不怕我回去告发他吗 这是君恒小心开口问道 你潜伏在浮屠山到底有什么目的 顾清炎表示他没什么目的 要是君恒想杀为师的话 也不是不行 君恒连忙将他推开 师尊 我觉得您病得有点严重 顾清炎让他回去准备一下 整理好之后便出发前往月牙镇 君恒内心还是极为震惊 他不敢相信顾清炎竟然有魔族血统 作为他的弟子 是不是得需要帮他保密 那无情的病交师尊竟身穿红色婚服 还称自己的溺徒为夫君 君恒直呼好家伙 我的师尊到底怎么了 从山洞出来后的君恒 恨死他这个不着调的师尊了 师尊你还是死了算了 回到浮屠山的君恒和顾清炎 两人整理好衣物准备出发 君恒很是开心 我终于可以试试长途遇见了 只见他心念一动 腰间长剑瞬间变大 就在君恒登剑之时 顾清炎一把从后面拽住了他 君恒一脸无语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谁料顾清炎居然邀请君恒和他同城 君恒连忙拒绝 人家才不要呢 奈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君恒也只能忍了 即便遇见飞行顾清炎也不老实 难道师尊不知道遇见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吗 顾清炎闻言心情十分低落 那还真是可惜了呢 此刻的君恒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场闹剧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了 想逃却逃不掉的感受 家人们谁懂了 经过长途跋涉两人终于来到月牙镇 可君恒却一点邪气都没有感应的 所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怪呢 顾清炎告诉他 不是妖怪而是魔 顾清炎信心满满 经过上次交手对付他小意思 这是一个大娘来到君恒面前 夸赞君恒俊俏的 不知小郎君可有婚配 得知君恒尚未婚配 大娘拉着君恒就要带他去相亲 君恒见状连忙拒绝 人家是修仙之人 大娘瞬间就不乐意了 前段时候也是来了个修仙的 没做什么就算了 还害我们镇上人病得病死的死 既然你也是修仙的 就替他和我们镇的女孩婚配去济那邪神吧 当他看到走近的顾清炎后 觉得十分眼熟 你不就是那个前段来镇上的那个修仙的吗 要记邪神你怎么不去 年妖孽规定年龄了吗 或许可以给你找个老头一块去献祭 君恒连忙让他放手 再这样下去就弄出人命了 顾清炎一把将他推开 并让他回去准备好东西 晚上献祭邪神吧 大娘见状连忙磕头求饶 他上有老下有小 还不想送死去呢 不是让你去献祭 只是让你去准备 君恒一脸不解 你让他准备婚服做什么呀 难道你想通过祭祀救这个村子吗 很快便到了夜晚 世尊 你所谓的计谋不会就是让我穿女装吧 我死都不会穿的 顾清炎笑着解释 这是给他自己穿的 那邪魔和他见过 所以才穿上这个免的打草惊蛇 换好婚服的顾清炎一脸邪魅 看得君恒头皮发麻 世尊麻烦你正常一点好吗 不要叫这么肉麻的称呼可以吗 谁料顾清炎更加变本加厉 还想亲自为君恒换身衣服 君恒内心害怕极了 谁能现在来救救人家呀 是无时无刻都想摆脱师尊的反骨密途 可今日却和并交师尊上演了一场假婚礼 原来为了能够打进妖魔内部 顾清炎竟换上了婚服打算来个饮食出动 可君恒却十分抗拒 师尊 你不要闹了好不好 谁料顾清炎竟一脸并交的卖起了萌 叫人家娘子好不好 此刻的君恒被他这个师尊折磨得想死的心都有 顾清炎你是真的该死啊 奴家只是想和夫君永远在一起 为何夫君对奴家如此冷淡呢 说着顾清炎就要对君恒动手动脚 这时大娘忽然推开了屋门 两位先君迎亲队伍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可以出发了 可当他看到这画面时瞬间傻了眼 连忙退出门外解释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先君果然厉害 君恒人直接麻了 他高大的形象就这么没了 顾清炎都怪你干的好事 很快两人便被送亲队伍带到了密林深处 这时教父急忙告自离开 此刻的君恒神情紧张 哪怕在这里他都没有感觉到邪气 对面的邪魔看来实力深不可测 下一秒接亲的人偶便出现在此 看得君恒头皮发麻 这些都是什么鬼东西 很快他们便被带到一处阴森诡异的礼堂 见到这一怒的君恒吓得当场愣在了原地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妖邪 但想到有顾清炎这个便宜打手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接下来便是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也就在这时顾清炎不装了 他扶起欲要参拜的君恒 随后接下盖头 但冒充本仙君的高堂真是不知死活 只见顾清炎心念一动 一指连法轰在了那邪魔肩上 这一击也使其受伤不清 顾清炎剑长掏出腰间配剑就刺了上去 而刚刚热闹的婚礼也瞬间变成了战场 那邪魔剑情况不妙于是逃离了这里 君恒不断挥舞着手中的仙剑 拼命抵挡邪魔的攻击 很快他二人便被团团包围 顾清炎提醒君恒 那邪魔最擅长的便是迷人幻境 窥探人内心最可求的东西束缚住你 只要被其迷住 下一步就是被他残害 话因为落顾清炎便消失不见了 君恒不断呼喊着顾清炎的名字 谁到这时君恒的娘亲竟出现在她的面前 娘亲 孩儿来了 恒儿 娘亲对不起你 你过来 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娘亲没有不要你 就在君恒朝着娘亲跑去时 先前浮屠先遵送她的铃铛忽然零零作响 这时君恒心中猛的一惊 娘亲早就已经过世了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反应过来的君恒提剑便对着幻境刺去 果不其然这一切都是假象 当幻境破除后空中竟出现一只巨大章鱼 君恒也在这时发现顾清炎正在朝着那边缓缓走去 显然是也陷入了幻境之中无法自拔 君恒见壮连忙向顾清炎跑去 并将浮屠先遵送于她的灵档丢给了这个不靠谱的师尊 顾清炎这才清醒过来 红样的招数没想到她居然中了两次 此刻的顾清炎很是生气 直接祭出天火将其抹杀 师尊您多虑了 回到仙门的君恒第一时间便来到任务堂 询问师兄啥时候发上次任务的赏赢 一想到自己就要成为有钱人享受潇洒人生时 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顾清炎特地嘱咐过君恒的任务赏赢不经他手 让弟子们直接送到苍蓝仙君手上 君恒闻言人直接麻了 该死的顾清炎怎么会有当师尊的这么抠嗖的呢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让顾清炎死在月牙阵算了 小时候的可爱逆徒见到师尊就要抱抱 可长大之后却成了暴躁青年 原来多年以前 浮屠山挑选弟子 谁料君恒却不小心混了进来 那时痛失娘亲的小君恒无比茫然 就在这时顾清炎发现了可爱的小君恒 随后走到小君恒的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 小君恒乃生乃气地将名字告诉了顾清炎 我叫君恒 顾清炎经过一番查探过后 发现小君恒这孩子其实是个颅顶 此生怕是和修炼无缘了 可小君恒眼神坚定求顾清炎帮他踏入修炼意图 两人的师徒缘分也在此刻正式开启 醒来的顾清炎一脸不解 当才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片段是什么 是做的一个梦吗 能梦到小时候的君恒好像也还不错 没获得任务赏赢的君恒此刻气得要死 恨不得一脚把顾清炎踢出苍蓝门 可见到师尊还是得假模假样的鞠躬行李 真是气死人家了呀 谁料顾清炎尽意把将君恒拉了过来 你跟为师生什么气 是不是撒娇想引起人家的注意 一边说着就开始对君恒动手动脚 好在丹阳仙君及时出现 这才令君恒逃出师尊的魔爪 见自己的好事被打搅 顾清炎连忙询问丹阳仙君前来所为何事 听闻丹阳仙君也是文人雅士 不知搅人好事是失礼之举吗 丹阳仙君一脸尴尬 本仙君只是听闻苍蓝仙君身体抱恙 故而前来看看 丹阳仙君自己也有卢顶 应该知道卢顶的效果 我家小君恒就不饶您惦景 丹阳仙君只是没想到顾清炎 对一个卢顶居然如此有心 竟将其培养到正常人的修为 顾清炎很是不爽 他自家徒儿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何须他人指指点点 见丹阳仙君告辞离开后 顾清炎赶忙质问起君恒 什么时候和丹阳仙君这么好 君恒连忙解释 人家和丹阳仙君只是朋友而已 根本不是师尊想的那个样子 顾清炎表示 要是他再敢跟丹阳仙君客套就让他好看 回到房间后 顾清炎将一套剑法的神识流影 传入了君恒的脑海中 这套剑法可以提升君恒的用剑能力 带到明灯会上的弟子 比试会超过大多数人 君恒却认为顾清炎是怕给其丢脸 才指点他剑法 要不然早就给他仙剑了 还至于用了两年木剑吗 顾清炎怒斥君恒没良心 你当极品仙剑哪里都有了 为师找了两年才找到 一回来就看见你拿了别的男人的剑 你要记得你是卢顶 普通仙剑在你手里跟废铁没有区别 这几品仙剑在你手里 也只能有正常仙剑的威力 君恒人麻了 顾清炎这个杀千刀的 人家根本不是卢顶好不好 清全起来君恒便开始了练剑 对着贴有顾清炎的木桩就是一顿乱砍 经过师尊的指点 君恒的剑法也是突飞猛进 两三招便轻松击败了外门师弟 师弟在得知这几天都没法练剑后一脸委屈 君恒都怪你 快给我道歉 君恒也在这时发现桌上摆着的续命丹 于是询问医师伯伯这不是凡人才吃的丹药吗 这时君恒得知那丹药是丹阳仙君给他家卢顶要的 那卢顶身体特别差 所以老是要用丹药 说起来 丹阳仙君为救他的卢顶下了很大功夫 经常找些仙药为他滋养身体 不像小仙门的卢顶 兽骨如柴跟个活鬼似的 外门师弟一脸坏笑 询问君恒是不是想趁着桃花镜前来拜访找个卢顶修炼 君恒一脸猛逼 桃花镜是什么 原来整个修真界的卢顶都在桃花镜 想要混修先得找到他们才行 一般这种宴会师傅都可以带清传弟子过去 而席面上肯定少不了各种仙草仙药 君恒文言心中暗爽 如果能去那就又可以变强 距离奏飞顾青岩指日可待 冷师尊静亲自指点匿图炼剑 只因记忆混乱的他错把君恒当作卢顶 不仅在外面拜堂演戏 每天想的更是要以上饭下 而君恒在得知桃花镜的席面上 有各种仙草仙药 为了能尽快提升修为奏飞师尊 于是他便第一时间找到顾青岩 询问什么时候带他去接待桃花镜侍者的宴会 顾青岩却告诉君恒不带他去 君恒麻了 为什么呀 只因君恒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颅顶 从为师受伤至今还未主动治疗过 所以你就不用去 君恒很是不开心 不想让人家去就直说 干嘛总扯这些没用的理由 你这个冰冷无情的人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很快接待桃花镜侍者的宴会便开始了 浮屠仙尊找了半天都没看到君恒的踪影 顾青岩表示君恒为了准备明灯会的弟子 比试正在刻苦练剑呢 就在这时桃花镜的两位仙子到了 丹阳仙君赶忙上前敬酒 听闻明书仙史是桃花镜有名的卢顶驯化师 一眼可变卢顶品质 什么样的卢顶都逃不过您的法眼 本仙君实在佩服 这时一直看他不爽的顾青岩忽然站出来搭话 丹阳仙君是有意要换卢顶了 果然丹阳仙君的卢顶已经没多少时日 所以他确实有此打算 而他与这个卢顶已经在一起五年了 大家也都觉得确实该换一个了 据说与卢顶双修后 修饰眼睛会格外有神 顾青岩看丹阳仙君眼睛可有神得很 看来卢顶没多少日子也不影响丹阳仙君使用了 丹阳仙君却表示他家卢顶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所以他也实在没办法 顾青岩则调侃他 一个仙君竟弄不过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卢顶 真是没用的很了 另一边君恒刚练完剑正坐在石头上休息 谁料丹阳仙君的卢顶竟朝着他这边走来 君恒师兄我可以见见你的卢顶吗 君恒一脸猛逼 什么卢顶 我没有卢顶 男子有些不紧 没有卢顶 那他身上的卢顶气味从何而来 要知道卢顶之间是有感应的 可君恒身上分明没有卢顶的特质 那这属于极品卢顶的气味又是怎么回事呢 君恒也没想到这两天怎么就和卢顶这俩子撞上 君恒不知为何也感觉怪怪的 为什么在他身上感受到了这么强烈的悲伤 就在这时顾清延忽然出现在君恒身后 师尊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神出鬼没的好不好 这样真的很吓人的 君恒这边一直在努力练剑 顾清延则在旁边指点他剑法精髓 为了能让君恒更好地领悟这套剑法 顾清延更是手把手教学 君恒内心也有点小感动 但是不多 可就当顾清延喝下君恒亲手为他打来的水后 竟忽然倒地不醒 君恒急忙上前查看 幸故的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了 冷无情的师尊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守护自家徒儿 原来君恒其实是个极品卢顶 这些年顾清延一直都在隐藏君恒的身份 为了不让君恒极品卢顶的身份公之于众 所以他才收下君恒为清传弟子 刚刚还在和君恒一同练剑的顾清延进婚了过去 随后便陷入了梦境之中 在梦境里他一直在和妖怪厮杀 但很快画面又来到了君恒小的时候 小时候的君恒每次拿倒数都会在师尊面前抹眼泪 师尊 原家真不是不意拿倒数的 你不要对我失望好不好 而顾清延也醉吃这套 每次看到小君恒哭他都会化身了 难上前安慰 可当小君恒主动上前抱住他后 顾清延当即就反应过来自己中警 这是魔族想和他体内的魔气融合 才特意搞出来的幻境 顾清延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一脚将幻境踩碎 随后便陷入了沉睡 而此时的君恒则用手指探了探他的鼻息 明明还有呼吸 这家伙不会是憋着什么坏心思等着我的吧 但自己万一走了 顾清延在借题发挥 那可就掉进他挖的坑里了 于是他扛起顾清延便返回了房间休息 不久之后顾清延终于醒了过来 只是他不解为什么会梦到月牙阵的事情了 这是君恒连忙上前邀功 师尊忽然晕倒后是小君恒把你背回来的 还一直在旁边守着 谁料顾清延只是淡淡回了他一句知道了 君恒一脸不爽 醒来后第一句就是让人家回去 该不会是想等人家走了以后再借题发挥吧 于是君恒表示身为师尊的清传弟子 理应留下来陪着您 顾清延着实没想到 平日里对为师避之不及的小君恒 今天让你走还不乐意 既然如此那为师就确之不公了 君恒本以为顾清延会借机以上犯下 但没成想师尊静这么快就睡着了 这老灯怎么变得不太一样了呢 这种脆弱的表情真的是他吗 等君恒也睡下后 顾清延这才悄悄醒来 就在这时顾清延忽然察觉 无外好像有什么异样 原来是桃花镜的仙子正在窥探些什么 好在顾清延躲在身后暗中施法 才为让他得逞 为了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顾清延悄悄跟了上去 原来这一切都是丹阳仙君在背后指使 只是刚才刘丽萍确实感受到了卢顶气息 但很快就没了 他怀疑可能是君恒接触过卢顶 所以带了些气味 除非亲手摸一下才能确定君恒到底是不是卢顶 若君恒真的是极品卢顶 还是一个结单的极品卢顶 能与他双修之人成神都有可能 顾清延看清了丹阳仙君的意图 众人皆知君恒是他的卢顶 但没人知道君恒是极品卢顶 多年前的那个极品卢顶被各大仙门压榨致死 倘若君恒的身份被公之于众 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顾清延心中暗自发誓 他绝不会允许有人伤害小君恒 小时候的君恒有多可怜 鲁青为保护他被长剑刺穿了胸膛 从那以后他世上便在无亲人 好在小君恒被顾清延收为弟子才不再流浪 回来后的顾清延已经给丹阳仙君和明书 想了一百种死法 竟敢基于自己的徒儿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可当他看到君恒后那股杀意净淡了许多 君恒放心 师尊会护着你不让别人伤害你的 床上的君恒翻了一个身背 对着顾清延沉沉沉睡着 睡梦中君恒梦见了小时候 八岁的小君恒就被母亲抛弃了 小小的他靠捡垃圾剥皮度日 偶尔会发现有一个包子 因为这个包子小君恒能高兴一整天 后来他才发现那些包子是他娘亲偷偷给他的 他装作不知道却一直想问 可却再也没机会了 有一天忽然来了一群人要抓他 就在小君恒差点被抓住的时候 一直藏着的娘亲出现挡在了面前 君恒快跑 跑得越远越好 柔弱的身躯就这样拦住了几个彪形大汉 可当小君恒一回头却看见他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一把冰冷的长剑刺穿了娘亲的胸膛 临死前还无声的让他快跑 小君恒不明白为什么娘亲要抛弃他 又为何偷偷藏在附近给他送吃的 明明不要他了为什么还要使命护他 好在小君恒遇到了世尊顾青岩从而踏上修仙意图 醒来后的君恒也是一脸猛逼 他怎么会梦到顾青岩那个禽兽呢 刚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奇料到了门口居然怎么都打不开门 君恒一愣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我开门的方式不对吗 于是君恒便使用了一个穿墙法术打算出去 可却被门上的那道仙光反弹了回去 君恒一脸不舍 你特喵的把人家关起来干嘛 不去教场点名是会被罚糖的呀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师尊 带顾青岩回来后 君恒第一时间就上前理论 顾青岩却一脸平静的表示 有他这个师尊在 你怕什么 你是苍蓝仙君你当然没事了 顾青岩很是无奈 其实他不是不想放 而是丹阳和桃花镜的使者想要害你 君恒却不相信 你不要总把丹阳仙君当成假想敌好不好 人家一个好好的仙君 害我这个普通弟子做什么 顾青岩拿出一个熟悉的小盒子递给君恒 其实他们想要确定 你是不是极品卢顶 然后和你混休 这是我特意为你炼制压制 你体内卢顶气息的丹药 君恒连忙拒绝 人家又不是卢顶才不要吃呢 顾青岩态度十分强硬 这丹药必须得吃 你知道要是被他们发现了会是什么后果吗 你要不吃 那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一决后患 君恒见他来真的 只好无奈妥协 当君恒吃下丹药后 却感觉这丹药里面掀起极重 原来君恒的灵脉两年便要通一次 直到他飞升成仙 之前用的都是普通血 这一次顾青岩用的是他的心头血 君恒怎么也没想到 曾经的冰冷师尊竟对他如此之好 是每天都想斩了师尊的反骨溺图 今天一改往日细皮笑脸 暴走欺负女子的修饰 虽然君恒想解救女子 带他脱离苦海 奈何卢顶是不能离开气主的 不下丹药后的君恒浑身发热 想必是丹药起了效果 很快就会冲破灵脉禁止了 不以会君恒的身体便由热转凉 浑身感觉十分舒畅 最终两人共同完成了充电修炼 为了防止第二天君恒醒来 气急败坏把自己炸 顾青岩将事情的经过全部消除 到了早晨君恒无精打采 小师弟见他这么虚 猜测君恒一定是背着他出去做坏事了 君恒连忙解释自己 只不过是没休息好而已 吃着冰糖葫芦一边朝着药铺走去 就在这时忽然一道求救生传来 只见一名孩童正在跪求男子救救他的娘亲 可男子却对着小孩拳脚相向 君恒上去就是一脚将他踹飞 男子装背地表示 谁敢在我邻家班们弄斧 君恒满脸气愤 谁叫你的气凌弱小 助手先门本就应该为百姓做事 你们邻家要是不愿意就换愿意的来 当看到君恒腰间挂着的腰牌瞬间变脸 连忙点头哈腰解释 这小孩的娘亲是个颅顶 我们根本就不了啊 一时间记忆涌上心头 如果娘亲还在的话 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于是抱上小男孩就要带他去救娘亲 不料却被师弟拦下 原来先门有规定不能干涉有主颅顶的事情 虽然君恒知道 但他深知如果自己不这么做的话 会后悔一辈子 师弟还在极力地劝解君恒 那么多的颅顶踏实就不过来的 当君恒来到院中 就听到房间内传来打骂声 君恒让小男孩在门外等着 随后框的一声踹开了屋门 此刻的女子正跪在地上不断哀嚎 那男子态度十分嚣张 你是什么人居然敢藏我苏家 君恒上去将他按在地上 框框就是两脚 男子暴怒起身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人物 不就是个小弟子吗 现在浮屠山也管得这么宽了吗 上一秒嚣张至极 下一秒就被干翻在地 垃圾就是垃圾 人家只是单纯地看你不顺眼 想给你爸 关浮屠山什么事 随后君恒询问女子要不要跟他走 可以将他们娘俩送出云阵生活 女子连忙跪谢君恒出手相助 只是身为卢顶是离不开弃主的 他只求君恒将自己的孩子带走 要是知道是他把人找来的 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小男孩不断求着娘亲不要将他送走 君恒也不由伤感起来 离开弃主只能活三个月 你死了 我会给你儿子找一个好人家收养 这样你愿意吗 冷师尊竟为了自家徒儿自行请罚 果然师尊才是那个对他好的人 在君恒将母子二人解救出来后 就给其找了个草物安顿 女子对着君恒连忙道歉 先手您已经帮我们太多了 我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君恒执意让他收下 小男孩也在这世跑过来 表示等他长大以后 也要成为像君恒一样厉害的修仙者 君恒让小男孩好好保护自己的娘亲 他在浮屠山等着 小师弟一脸忧愁地看着君恒 提醒他今日伤了人 先尊他们一定感应到 君恒你就不怕吗 君恒表示怕是有点 但他问心无愧 很快两名弟子就奉掌门之令 将他二人带去了天一门 扶屠先尊询问君恒是否如苏家主 所说干涉了他的家事 还出手伤人 君恒表示却有此事 要知道先门共规强调 不得干涉有主卢顶之事 不能无故重伤先门中人 这时一阵风飘来将君恒扶了起来 出手之人正是身旁的世尊顾清言 君恒表示自己已然之错 还请先尊惩罚 罚唐唐主清淮先君打算罚君恒雷霆百棍 君恒文言一下子就慌了 连忙解释 伏屠山有一条门龟 是本门弟子不得虐待如顶 凡伏屠山弟子欲欺凌弱小 不可袖手旁观 这和先门公规有对 只能优先伏屠山规矩 清淮先君思虑再三认为君恒所说有理 于是惩罚减半 君恒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伍氏棍在他的预料之内 谁知就在这时 顾清言忽然来到君恒的身旁 本先君记得伏屠山有一条规矩 弟子犯错 做师尊的可以待法 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瞬间傻眼 顾清言表示 叫不言 师之舵 是他管教无方才促使君恒犯下错误 这时苏家主件事情闹大于是出来表示 其实这也不是大事 断然到不了惩罚灿烂先君的地步 我看这位君恒先手年纪小不懂这些很正常 还是算了吧 只是还有一事想请问这位君恒先手 在下的卢顶和儿子都不见了 不知这位先手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 君恒一脸尴尬的解释 他打伤苏家主之后就离开了 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在君恒的撒谎下最后此时便不了了之了 回去的君恒很是不爽 凭什么不把卢顶当人看呢 卢顶明明和我们一样都是人 为什么却要这么对他呢 顾清言安慰君恒他知道同为卢顶会共情他们 但今天的情形你也看见了 没人会帮卢顶说话 也没人会管卢顶的死活 虽然君恒心里知道 但他还是不能接受 他更做不到袖手旁观 因为那个时候 他也希望有一个人来救救他的娘亲 顾清言文言心情很是低落 难道你从未想过依靠师尊吗 君恒文言有些猛逼 这是他自己的事 没必要麻烦师尊你老人家吧 谁料顾清言竟将君恒扛了起来 师尊不仅仅是带你修仙这么简单 今天我就来教教你什么叫做来日方长 静一心想要灭了师尊的逆途竟反被拿下 君恒怎么也没想到小丑居然一直是自己 他多年的清白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就在刚刚顾清言不讲 师德强行将君恒推到了踏上 接下来画面过于精彩 我只能自己看了 经过一夜的充电修炼 君恒早已疲惫不堪 当他从踏上起来走到桌子前 发现上面摆放着一封书信 这难道是顾清言答应给苏家主陪卢顶吗 君恒连忙来到师尊面前 质问他真的要陪给苏家主一个卢顶吗 明明知道那个禽兽是什么样的人 白白又送过去一个卢顶 这不是造念吗 顾清言表示 本来是给丹阳仙君准备的 现在只能便宜给他了 可君恒却不管给谁准备的 就是不能给姓苏的那个禽兽 顾清言让他仔细看他收起 这是个黑卢顶 黑卢顶一开始修炼后 会快速增长修炼人功力 但会反噬修炼人直至死亡 君恒这才知道顾清言 为什么答应得那么快 原来是在这等着他呢 那是自然 我的徒弟只能我自己欺负 怎么样 是不是想给维师一些奖励 君恒一脸嫌弃看着顾清言 人家要不是你徒弟就信了 刚刚听到你说 这是给丹阳仙君准备的卢顶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顾清言人直接麻了 维师的心思你还是别猜了 明灯会前夕 大家都在各自忙碌 为明灯会做准备 这可难倒了手残的君恒 当他看到旁边的师弟的画作 时瞬间惊呆了 这不是他那兵猛的 并骄师尊顾清言吗 小师弟一脸害羞 迎见寒双风九州 月宫神地下凡来 顾清言就是凡间的月宫先君 君恒没想到他中毒这么深 明明顾清言就是个大坏蛋 可还是这么受欢迎 两人也因此大吵了一架 君恒心里苦啊 总不能和他说顾清言脑子坏掉 老是对人家轻轻抱抱举高高吧 无奈的君恒只能长叹一声 多美品的人才会喜欢顾清言呢 真是疯了呀 这时师尊忽然出现在君恒的身后 还夸他小狗做得很不错 可君恒却说那是兔子 明明就是个私不相 出去别说是我徒弟 还是来为师怀里吧 师尊手把手教你怎么做兔子 君恒急了 即便年年垫底 他也不要顾清言帮忙 而两人的亲密无间的画面 也令小师弟当场实话 不得不说顾清言真是心灵手巧 没用几下子就将小兔子给拈好 君恒没想到顾清言做的兔子花灯 竟这般好看 顾清言信心满满 有了这灯你一定会夺得魁首的 君恒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在几千个灯里夺魁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于是两人便约定 赢的必须答应对方一件事情 君恒想了醒 要是赢了 他就可以提前离开苍蓝门了 就这样两人愉快地约定了 为了即将到来的明灯会 顾清言特意为君恒准备了一件 洗清了衣服 可反骨的君恒怎能妥协 态度十分强硬地拒绝了顾清言 今天终于赢了一局 真是太开心了呀 苍蓝仙君真不愧是浮屠山第一美男 就连一心想要杀他的匿徒 心中都有一丝躁动不安 今夜明灯会开始 大殿内也是好生热闹 小师弟找了半天都没看到顾清言的身影 于是询问身旁的君恒 苍蓝仙君怎么还没来 人家也不知道啊 小师弟一脸猛逼 你们不是那种关系吗 怎么会不知道呢 君恒人直接麻了 你不要乱说好不好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纯洁的仕途关系 你应该反思一下 自己是不是用有色眼镜看人 小师弟瞬间瞄懂 难道是强行哀剧 就在这时顾清言进场 只见他一袭白衣经验全场 苍蓝仙君这也太好看了吧 桃花镜仙主顾清月主动上前打招呼 看两人有说有笑想必是老相识了 君恒则在一旁吃瓜看戏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顾清言吃笔 毕竟对方是掌控卢顶的仙主 天下第一见又怎么样 不是照样不敢得罪 谁料顾清言竟叫他过去 君恒连忙摆手回绝 师尊 您那边是主桌 我过去的话不太好吧 可下一秒一个没站稳静 直接摔进师尊怀里 上方的浮屠仙君打趣地说道 君恒怎么这么不小心摔你师尊怀里了 君恒一脸无语 连忙将顾清言推开 可送上门的徒儿怎么能让他跑掉呢 古清月看着他二人拉拉扯扯 心中很是不爽 苍蓝仙君怎么对那个小徒弟另眼相待 身旁的婢女表示 是浮屠山的丹阳仙君 怀疑那个君恒是苍蓝仙君饲养的极品颅顶 古清月文言拿着红尘珠就要去验证一下 是否真的是极品颅顶 可来到君恒身后红尘珠却并无异常 想来是丹阳仙君想错了 丹阳仙君没想到君恒居然不是颅顶 那顾清言怎么会这般呢 必须得想个别的法子再测一下 可师尊坐在一旁的君恒七的咬牙切齿 这个破验会怎么还不结束 就在此时顾清言将一盘丹药拿给了君恒 并让其全部吃下 还说对他的修行颇有益处 面对师尊赤裸裸的威胁 君恒只能一口一个将丹药吞了 只是这丹味道好熟悉 好像在哪吃过 若是顾清言能多吃些丹药 岂不是会更快飞升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每天面对这个变态师尊了吗 于是将剩下的丹药送还给了顾清言 师尊 您不是在冲击飞升镜吗 仙丹对您来说用处更大 还是您吃吧 弟子还年轻可以慢慢修的 顾清言却表示自己不喜欢吃这些 还是都送给你吧 小君恒这么为我着想 看样子心里真的有我 可就在君恒继续吃着丹药时 腹中不知为何竟出现一股神秘的红色气息 紧接着君恒便头痛欲裂 好在师尊将他接住 看着痛苦难耐的君恒 顾清言别提多着急了 师尊 放心 我只是头有点晕罢了 年时期的顾清言有多萌 可他身上明显的魔族特征 却在魔界还是人间都不受欢迎 好在靠着自己天赋异禀 独自修炼隐藏了魔族特征 机缘巧合下败如浮屠山 成为了修真界人尽皆知的修仙天才 君恒这边服下过多丹药感觉十分不适 在顾清言探查一番过后 原来是君恒凌厉太充沛 身体有些承受不住 而他也即将要杜劫成仙了 看到满天惊雷君恒有些害怕 师尊 杜雷劫我会死吗 顾清言让他别担心 他会在一旁为其护法 可君恒还是有些紧张 虽然知道这是飞身成仙的必经之路 但为什么心里这么慌乱呢 在经过第一道雷劫的洗礼后 君恒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为什么这雷像是在刻意针对自己呢 一般第一道天雷是是水雷 不会有多大威力 可是这雷 第一道就断了君恒全身骨头 这明显就是想让他死啊 此刻的君恒浑身是伤 难道就要这么轻易的死去了吗 若天要亡我 我便与天斗到底 即便粉身碎骨魂飞魂魄散 可就在下一道雷劫降下时 师尊顾清炎竟挡在了君恒的身前 小君恒莫怕 有师尊在 在经过几番雷劫过后 顾清炎最终昏死了过去 唯一中 幼年时期的顾清炎像是一条小龙 而他也因身上有着明显的魔族特征 遭到大家的冷嘲热讽 在独自流浪好长一段时间后 直到看到修士降妖出魔的场面 他发现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记住这些复杂的心法 耐心修炼后 他学会修炼藏住了魔族特性 机缘巧合下 顾清炎败入浮屠山 在历经过了修仙路上的各种磨难后 他成为了修仙界人尽皆知的修仙天才 本以为这一生会冰心冷情地过去 但他却意外地收获了一道光 那就是我们的小君恒 小时候的君恒别提多可爱 那时候的他可不想让顾清炎早早离他而去 我不想看见师尊死 如果一定要死一个 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不会 为师不会死 你也不会死 我会护诊 不让这个世道伤你半分 君恒此刻正在床榻旁 悉心照料着顾清炎 师尊 等你好了以后 会不会后悔我这个你最讨厌的徒弟党未解